想吃牛排 烧肉 还是铁板烧 有不少人都会到票券的交易平台 购买餐厅的现金抵用券 但是有民众买来的餐券 不只有期限 甚至还只有三个礼拜 陈先生在2022年10月和11月 花了2584元 买了三张餐饮集团的想购券 但是刚好碰上疫情确诊 事后要使用才发现 已经过期 他的那个有效期限 当时我并没有看到 他有写在那个平台上面 他说因为这个已经过期了 所以不能退 然后也不能做使用 会让我觉得很shock 因为我是用现金购买 不是无常取得的部分 询问售票平台客服 对方只回复 关于这张订单的政策 不能提供部分的退款 因为经过查询 已经兑换了一张 而这张有效期限 是餐饮业者和平台 共同讨论设定 只是让陈先生更傻眼的是 期限竟然不到一个月 他的餐券购买的有效期限 一张只有一个半月 一张只有三个礼拜 就是以我所知来讲的话 其实理券第一个 不能设有效期限 第二个是就算过期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做使用的 他们的客服 始终就是跳针式的回答 对此贩售平台也回应 这笔订单会全额退款 后续也会主动联系客人 对于让客人等待 这么长的时间感到抱歉 现在这个消费者 他是用现金来购买这个礼券 那理论上这个礼券 是不能限期限的 如果业者他强迫 是限制一个期限的话 这个业者可能要受到财阀 而其实像这种吉祥券 有不少公司行号 都会选择作为尾牙奖金 员工收简讯登入就能使用 不过如果不小心 把简讯删了该怎么办 电子票券服务平台 有自动的补发功能 礼券不会凭空消失 TVBS宣伟宣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